我們看這一題 他人在平面鏡前 看到鏡內他的全身像 和周圍的景物的像 當人後退的時候 會有什麼結果 就是說 這個人的話在平面鏡前 可以看到他的像 他的像的話 跟他的原來的大小 事實上是一樣的 根據那個反射定律 反射定律的話 這是一樣大 怎麼看一樣大呢 就比如說 這個是他的手 他的手的話 花出一道光纜 花出一道光纜以後 結果反射 結果反射以後的話 那我眼睛在這裡看的話 就會認為說 這隻手這一點的話 是從哪裡射出來的 是從這裡射出來的 那這兩個三角形是全等的 所以這個人形成的像 跟他是大小一樣的 而且這距離也要一樣 這距離也一樣 這畫得不好 這如果是低的話 這也是低啊 而且他如果後退的話 他也是跟著後退 他大小不會改變 再我們看看視野 視野的話 是這樣 因為這個鏡面是有限的 這你的眼睛往上看的話 頂多呢 只能什麼呢 只能看到這裡 這個就是他的視野 也就是說 這個的話 他能夠看著視野這麼大 但是呢 你能如果往後退的話 他所能看到的視野 就縮小 所能看到的視野就縮小 啊當然這個 這個他大小的話呢 是不會變 這個人的像的大型 是不會變 只是往後退 好 我們來看這個選項 我們看這個選項 他在平面鏡中觀察的視野 變小 這個對 他本來在這裡的話 他能夠看到的視野這麼大 他後退以後 他能夠看到的視野 視野變這麼大 縮小 他的像也變小就錯了 他的像大小沒有變 從這裡 從這裡退後到這裡 他大小沒有變 所以A選項是錯了 張看B選項 他在平面鏡中看到的景物 換了視野變大 是錯 視野換了變小 張看C 他在平面鏡中的視野變大 是錯 張看D 他在平面鏡中的視野變小 這個對 觀察到的景物 減少了對 他的像保持不願 這個對 所以這題男人應該選B 所以這題大家應該選B